那么如果有神的话,那么多的神,我又该信哪一位呢? 就像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民币假钞,但是真钞却只有一种,我如何从这诸多的假钞中,知道哪个是真的呢? 答案是,比较一下就知道了,真金不怕火炼,当我们思考一些民间的宗教的起源的时候,其来源有些时候真的会让人喷饭 比如最为知名的货物崇拜,是瓦努阿图塔纳岛的约翰布鲁姆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时,美军在塔纳岛建立一临时基地 然后岛上的土著人就发现了奇怪的现象,这些白人既不打鱼,也不种田 就只是每天扛着长棍,实际上是枪,到处列队巡逻 这些行为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的行为 他们觉得,有这经历,怎么不去打鱼 但是却有大铁船、军舰送来可口的罐头、奶和牛肉,给这些无所事事的白人 有一些大铁鸟均用飞机运送穿着美军军服的人及许多物资 这些原住民看见这种情况,均感到很惊讶 并觉得这些大铁船及大铁鸟十分厉害 后来战争胜利,白人走了 但岛上的土著们却形成了这样的仪式 扛着竹子,在岛上列队前进 召唤船货之神,渴望赐予食物 也以此形成了一个船货崇拜宗教 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拜观音 那你知道观音是男是女吗? 很多人可能都会回答,当然是女的,这是常识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本身的大菩萨像是大丈夫像 比如华严经就有提起,勇猛丈夫观自在 唐代以前的观音,以大丈夫相居多 但到后来,汉帝的观音形象越来越趋向女性化 如提到的民间流传的33观音像,基本都是女神 如果一位神,一会儿变男一会儿变女 自己的性别都决定不了 那教训他的人,情何以堪? 我们知道罗马神话中的爱神是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子 但是中国的爱神却是一个老太龙中的老人家 那么到底爱神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 其实这个跟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 西方人是追求浪漫的 所以爱情是小孩子的形象,充满了青春与活力 还再加上一点调皮 但是中国人就不一样了 古时候中国人的婚姻常常是遵父母之命 听媒妁之言 中国人觉得,小孩子懂什么 只有有经历过人间世事沧桑的大人 对婚姻才有绝对的发言权 所以越老的形象自然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 很明显的,以上所提都不是神 只不过是人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心中的渴望 创造出一些神赖败 穷怕了,想要钱就造个财神赖败 想要五股丰收就弄出来个土地工来磕头 圣经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的确如此 假神人造 真神造人 千千年来 多少所谓神明兴起又没落 他们的出现一定有一个时间点 比如佛教的出现是在公元前六百 那么我们就会问一句话 公元一千年 或者更早以前 这些佛去哪里了 人类对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但圣经里面的那位神他从起初就存在 从有人类的时候就向人显现 谁行做成就这事 从起初宣照历代呢 就是我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也与末后的同在 可以这么说 新兴起来的宗教都不是真的 因为他们无法解释 之前他们去哪里了 这个理念 让很多别的宗教人士 对圣经的宣告很有看法 因为圣经说神是独一的真神 也就是说 其他神都是假神 但愿尊贵 荣耀归于那 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提前一点十七分 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圣经是否说这样的话 重要的是 这个论点是真还是假 就像真钞票说 只有我才是真的钞票 其余的都是假的 我们不会觉得 这话有问题 因为跟事实是相符的呀 那么神 为什么说 自己才是独一的真神 不像别的宗教那样 心胸广阔 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你就会明白了 一从感性上来讲 圣经说 人类是神的孩子 我们都是因着 他的创造才有的 我相信 天下没有一位 正常的父母 会对孩子说 你认不认我 做你唯一的父亲 或母亲 都没关系的 叫阿猫阿狗 爸爸妈妈 我们都不介意的 心胸广阔吗 不 其实这不过 显出那些 所谓的神 根本不在乎你 信他的人 多你一个 不多少 你一个不少 所以从感性上来讲 真神是一定要他的孩子知道只有他才是唯一的 二从理性上来讲 如果天上有满天神佛 突然有一位神站起来说 只有我才是神 你们都是假的 你觉得其他的神会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我是其他的神 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让圣经里面的预言无法实现 那么这位神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 因为耶和华神说 他的预言必定会应验 其中包括耶稣诞生 以色列复国 世界末日的征兆等等 我们都知道 破坏容易 建造难 比如要破坏一个iPhone手机 可以有千百种办法 就算一个三岁孩子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要制造出手机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我有一位朋友 他的手机不小心被他的小孩子 放进杯子里面去喝咖啡 结果iPhone变砖快 让预言应验不容易 在当中搞破坏 却是很简单的事情 有史可证 圣经的预言 至今仍然照着神所命定的 一一实现